主料,红薯250克,面粉200克,辅量,油,白砂糖,熟芝麻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熟芝麻准备好,蒸好的红薯去皮后用勺子压碎,撒上适量白砂糖,撒上适量面粉,用筷子搬成面团,取出一小块轴成小饼,放在盘子中沾满芝麻, 电饼称刷油放入小饼,芝麻一面朝上,地面浆黄后再反面,好了,烹饪技巧 一,面粉要比红薯的份量少一些二糖的量,可以依据个人口味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